他一个概念很重要 七二法则 刚次有稍微提了一下 你觉得你们现在是五十四天 你想要进步多少 老白讲 这个时候我以为这句话是太慢了 因为 因为 七二法则的意思是说 我要比现在进步五倍 我要花的时间 如果我每天进步百分之二 那么我必须要花三十六天 我会 就是三十六天后 我会比现在进步一倍 但是那是每天进步百分之二 可是如果 我今天是每天进步百分之十 那么我一周 我就可以比现在进步一倍 也就是你每天多投入百分之十的时间 你们现在还有办法再多投入百分之十吗 所以我说 现在问题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点外 可是没有关系 你也不用定过于庞大的目标 因为就会像我 刚刚跟老师们在分享一样 我一年就是定的目标 哇 那个秘密很重要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要念英文至少三十分钟 然后 算数学移末至少三十分钟 然后我要念那个物理 物理至少三十分钟 化学至少三十分钟 一刚刚才就两个小时了 还有其他科目 所以那个叫做错误的目标设定 你定的太庞大了 可是最后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完成它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各位一定要每天成长才会收了就好 因为你们才 你们还有14天啊 36天后都会比你现在更进步一倍 如果你现在每天在家念书时间 有三个小时 也就是有什么钟 180 配100分钟多少 然后什么再点用 3.6分钟对不对 好 今天180分钟 明天183 不要点用 我们直接184就好 明天就184分钟 后边呢184分钟 反正等我一次吗 用复利的方式去计算它 到你36天的时候 你的成长的速度 就会比你现在更增进一倍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做的事情 它都会有效果的累积